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 祝福你 今天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 这一系列我们分享从保罗的生平 也从保罗的他所写的书信 来看一个人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 是持续不断的经验 那个更新改变 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 我真的鼓励你 打开圣经跟我们一起读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到 保罗的最后一卷书 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被称为是保罗的遗嘱 因为写完提摩太后书 他写一封信给他所带的属灵的儿子 提摩太 写完这封书信之后没有多久 保罗就训道 他就为主 把生命为主牺牲训道 换句话说 这是他最后一卷书 写完这卷书 这是他的遗嘱 他回天家去了 而在这封书信上面 你会看到 不只是保罗怎么看自己 更是保罗怎么看别人 保罗的生命当中有一件事情 我想是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当他第一次旅行步道的过程当中 他跟着他的师父 带着他出来的巴拿巴 出来去旅行步道 而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叫做马可 这个马可却中途跑掉了 不知道为什么 实际上其实没写 我想路加写 这个《使徒行传》的路加 没有写出来 马可究竟是为什么 中途开小财就离开了 到了第二次 他们要出来旅行步道的时候 巴拿巴就说 来来来把那个马可找来 年轻人嘛 难免会不知道偷懒 怕吃苦还是什么 不知道 反正想家他就回去了 巴拿巴说 来来来我们再带他去 再给他一个机会 带他一起去吧 保罗就坚持不肯 这就是他的个性 饥饿入愁 而且认定了 这个人就是不行 这个人永不入用 因为这个人不能吃苦 这个人做事做一半 竟然会跑掉 所以他可以坚持到说 我绝不用这个人 绝不用这个人 到一个地步 跟巴拿巴争吵 甚至分手 各自分开来 这件事情在保罗的生命当中 是一件大事 大家也觉得说 哇 这么属灵的人也会吵架 童工当中也会有争执 怪不得我们教会会吵架 没什么了不起 保罗跟巴拿巴也吵架 但是正是他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很大的冲击 火气很大 而且很容易挑出别人的毛病来 很容易看别人的时候 马上看到这个人不能用 这个人不忠心 这个人吃不了苦 但是到了他的晚年 在他写提摩太后书 也就是他最后一封书信 写到提摩太后书 这个他的遗嘱的最后一段 第四章 到了最后 他有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 他跟提摩太讲说 我大概已经走到生命的终战了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一段话说 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终战了 我好想再见你一面 你赶快来 然后他说 你来的时候 要把马可带来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在传福音的事上 在传道的事上 他是与我有益处的 我好喜欢这段记载 这段记载留在圣经里面 真的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 你知道吗 他们不但后来跟巴拿巴可以和好 他会看到别人的好 有益处 他不只是挑别人的毛病 他是可以看到别人身上的好 谢谢主 他看到当年他说 这个人永不入用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一无是处 这个人糟糕透了 这个人只要他不忠心 我永远不要跟他一起同工 但是谢谢主 什么是生命里面的成熟呢 他就说 这封书信是保罗的遗嘱 是他生命的最高峰 但是面对这个生命的最高峰的时候 他惊艳一件事情 他的生命会看到别人的好 谢谢 奉主那边祝福你 在你生命当中 有没有一些人 你给他贴一个标签 这个人永不入用 这个人 我永远不要跟他同工 这个人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求主帮助我们 什么是真正的丰盛的生命 不只看到别人的缺点 是看到别人的好 祝福你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可以一起看到 我们周围人的好 我们周围人的好